臺灣變裝皇后妮芬婭 場上賣力熱舞 文化奧運臺灣館 展開閉幕室 表演到一半傳來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就是拳擊女將林玉婷奪下金牌 全場嗨翻高喊臺灣 臺灣女兒林玉婷奪金 用拳法戰勝魔法 這回的性別爭議炒作 國際權總IBA和JK羅琳 就是始作俑者 就連外媒也跟著俠起哄 著的代表謝志偉說 在這場金牌賽 德國公共電視第二台ZDF 以雙性和跨性別女生 來稱呼林玉婷 還一度說她是來自臺灣的中國人 讓謝志偉不忍了 漏夜寫了封抗議信 批評評論員不專業 欠一個解釋 欠一個真誠的道歉 熬夜看比賽的立委沈柏陽 也是氣憤難耐 我們的玉婷選手抵住了假消息 挺住了惡意 但接下來呢有很多的工作 要有更好的管道 能夠固定的讓我們的觀點 能夠讓國際媒體知道 因為在這一次的事件發展當中呢 其實還是有國際媒體 誤信了俄羅斯的說法 還有網友氣不過發起Cuso活動 開玩笑要玉婷把JK羅琳變成佛地魔 網路上也掀起一波比戰 百萬訂閱YouTuber阿滴開展外媒 用純英文點出XY染色體是毫無根據的事實 強調林玉婷生來就是女性 林玉婷扛住壓力奪金 美國在台協會發文恭喜 說她向世界展現頂尖才華和了不起的任性 讓人惠心一笑的應援還有這個 英哥國小挺校友放上這張幼尺照 讓網友紛紛笑喊 重傷林玉婷的不是流言蜚語 而是這張國小畢業照 現在奪金有網友再拿出林玉婷 這段幼尺影片來回味 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 發共發樂 讓大家都知道我的名字叫做林玉婷 你做到了台灣之光林玉婷 您不為留言謾罵在擂台上 用實力證明自己讓世界看見台灣 明日新聞綜合報導